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成就众生 齐心感动天地 师父涅槃成佛后 我们在身口意上 如何才能更加如理如法 尊师重道 用一颗勇猛精进 心系众生的真诚佛心 来感报佛恩 师恩 国土恩 父母恩 众生恩呢 请看本期专题的开示 一 精彩问答开示 出门前跟菩萨磕头 请菩萨保佑平安 作为佛子 也是尊师重道 选自 2018年1月7日 悬疑问答 请问师父 我们作为观世音菩萨的佛子吗 我们师父 不管是出远门 还是出去办事 或者是去做功德之前 都应该先给家里的菩萨磕头 请菩萨保佑我们 平安之后再出门呢 这个问题师父 是这样的呀 平安之后再出门呀 当然应该 出门就想到观世音菩萨呀 你看师父要是出国去弘法的话 我必须要磕头啊 跟观世音菩萨请安 对不对呀 你看你们弟子 为什么给师父请安了 对不对呀 对对对对 为什么要叫行礼呀 对不对呀 对对对 为什么叫请安呢 为什么法师们 跟师父请安嘛 那一天平安呀 就是这样呀 真是重道了呀 他做到了天上喜欢的事情呀 他实际上在守戒 就告诉菩萨 我又在守戒了 我又在奴隶步兵 所以很多人都不懂的 并不是师父要你们请安 就像父母亲一样 你早上不跟爸爸妈妈说 妈妈早安 爸爸早安 你没关系的呀 但是你在天戒里 你就犯了个戒了 你不孝顺的 对 早上爬起来 看见爸爸妈妈妈 理都不理的 对不对呀 你说你这个孩子算什么 妈妈好 妈妈妈早 你说说看 你是不是有礼貌 天上会开心吗 爸爸妈妈会开心吗 开心这种气场 是不是感应到天地了 对对对 真是重道特别重要啊 自古以来你知道吗 不孙之道是人家叫七师灭祖啊 七师灭祖的话 我告诉你 下地狱的 你白修了 所以过去有些人 法师修得很好啊 到了最后啊 就是对自己的师父不好啊 照样下去啊 呵呵 修得很好也没有 拜菩萨时 弯腰到九十度 代表真心诚意 是一种尊师重道 选自 2017年9月8日 悬疑问答 那师父 开光已是 您为菩萨开光 然后给大家祈福 您拜菩萨 您的腰都是弯到九十度的 嗯 这样 然后 你们弯到四十五度啊 我们不懂 然后 全心全意 我要全心全意 所以为什么密宗 为什么有的密宗 他们要五体投地啊 这个就代表一种 你的诚心呀 就是一种人的一种诚心呀 腰弯的越低 那么说明你心越诚呀 这还不懂啊 嗯 嗯 我们大家看到您 就是您身体不好 然后还 这么诚心诚意 对啊 九十度 嗯 就感动了 是啊 你要对 你要对菩萨真心真意 对人真心真意 菩萨才能救你啊 对不对啊 尊师重道 也是这样 你对师父 对老师都不尊敬 老师怎么教你啊 你看看过去 中国传统文化 孔老夫子 孔门之道里边 他的所有的弟子 对不对啊 全部对 孔老夫子 是什么个行李啊 你看我们电台的小朋友 对不对 对师父都很尊敬的 对不对啊 嗯 他们都是我们的好榜样 啊 好 就是很喜喜赞叹他们 对啊 他们很有福气啊 能够在 非常有福气 有福报 经常也跟他们讲 对不对啊 但是师父 其实都不多说话 对啊 他们你看都不大讲话的 嗯 是是 都是忙 忙自己的事情 对啦 现在 非常热 而且还非常热心 当住他人 啊 境界啊 看得出来的 许愿每天看师父的开示 也是尊师重道 选自2020年7月24日 悬疑问答 请问师父 许愿每天看师父的开示 是不是也是一种愿力 也算是尊师重道的一种体现 百分之一百的 嗯 等于天天听师父的话呀 嗯 是的 哪些善言善行 属于尊师重道 选自2020年10月9日 悬疑问答 您在10月4日悬疑问答中说 经常许个愿 我做一百件好事 来消掉我某个业 你就做 然后做一件寄一件 你寄好的 天上也帮你寄 请问师父 师父您 在以前开示 有曾经有过开示 以前万达里 不是说是十个善 一个功德吗 你讲了很多善 比如你开始的 不讲他人的不好 正好别人在讲 别人不好 你没讲他人的不好 一次一善 对父母尊敬 不仅状 一日一善 工作的一天非常努力 一天一善 尊敬长辈领导一善 放生一命一善 小命十命为一善 那这可就可以参考吗 师父 当然了 你比方说 人家正好在讲谁 你心里想 我没讲 一善 大家都在骂这个人 你现在本来我也骂的 我没骂 一善 本来看到一个地方很脏 人家扔下来的 我没讲话 我把他捡起来了 一善 现在我告诉你 全部都在做 我们的佛友 知道末法时序 一善 减百灾 你想想看 你一百三 你捡多少灾啊 你想平安度过 很多的灾节 你就是靠自己的善良呀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师父 您这一讲 大家就有 可以参照 参照着 你以前那个开示 这样大家就有 有心里就明朗了 对呀 对呀 你比方说 本来很烦的 比方说 妈妈讲你 你很烦他的 本来要顶嘴的 你今天说 哎呀 我真是中道 我没有顶嘴 一善 你可以寄啊 你寄下来 你一天能够 你一天可以 寄个五六十啊 七八十啊 我告诉你 菩萨就把你 把你这个 这个莲花 往天上拉了 哎呀 太好了 这个方法 太好了 太好了 师父您曾经开始 你看第十点 为君王 亲友父母 善知识 法界众生 等送经文 经文一卷 就是送的好的 两善 那为师父念大悲咒 求求师父 法庭安康 长久住世 在人间救助 更多的有缘众生 两善了 我觉得他这样 挺好的关系 你比方说 我再给你来一善 好吧 你比方说 你听师父节目 哎呀 师父讲得这么好 哎呀 我要学师父一善 师父讲得这么好 哎呀 我要去给人家 我要去给别人听 一善 对 就这样了 你说多少善啊 很多人说 我做什么 扫地啊 算一善啊 洗碗算一善啊 这种 哎呀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那时候有的人在观音堂做义工 他做了很多 也算是做一件事一善 还是整个在观音堂所做的所有善事为一善呢 是否有没有问这个问题啊 你讲一件就算一善 你比方说 你在插佛灯 你不能说了 我五分钟在插佛灯一善 我又插了五分钟一善 这个不能啊 对不对啊 明白了 明白了 你比方说你在我在插佛灯五分钟 哎呀 我现在以崇敬的心情 给菩萨在上共果 你可以说一善的呀 你说任何的善 菩萨全部都给你寄的呀 对对对 对对对 师父也讲了 你看怨天尤人啊 决福三善 不能怨天尤人啊 师父 你真实你讲 怨天尤人 身功怨父 你看女人整天一开口就埋怨 这个埋怨那个 那么脸抽起来的 你看她那个脸抽起来的 很多男的女的都一样 脸整天抽筋的 你说这种男人谁喜欢 谁嫁给她 这种女人谁要 听懂了吗 对对对 那师父 刚才你讲了 听师父的录音 哎呀 师父讲得真好 这是一种随喜赞叹别人 也是一善 是随喜赞叹别人 那当然了 随喜赞叹 当然一善了 哎哟 真是 你看师父说 知过必改 一事一善 师父教育我们 哎呀 我们错了 师父说我们 哎呀 我们改了 这就是又是一善了 你比方说 有一个佛友 他善良特别多 对 我有一次 他告诉我师父 他说我一天可以祭拜扇的 我说你怎么弄呢 他说我跟人家讲师父 我把师父的伯爷佛一背出来 告诉别人 人家听 你怎么一套套 讲得这么好 那我师父讲 你师父谁啊 他一介绍 心灵法门 好了 一善 他碰一个人 他讲一讲 就讲一句 哎呀 无欲自然 心无水 没欲望就好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那我师父讲 又一善 太好了 太好了 师父 我再问一个 你看佛友们不是每天做法布施吗 他是整个一天的法布施算一善 是发一条一善了 师父 这个有佛有问 师父 要看你了 你如果觉得你做的没劲 哎呀 我反正今天要做这个事情 最多一善了 对不对 如果你发一条 就发喜充满 发一条 你根据里边发的东西 比方说你发这条 无欲自然 心无水 哎呀 这么多人听了这句话 都没有欲望 多好 然后再发一条 哎呀 要笑为先啊 百事笑为先啊 又一个善了 一善念 就是一个善念 一善念就是 所以很多人说 我怎么来百善 哎呀 善念很容易的 因为你有善念 想在脑子里的时候 你哪有恶念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哎呀 师父 你讲了这个行善 你看我们学佛人 如果每天充满的善念 做出来的就是做这么多善 但是如果不学佛的人 每天在杀生意念 也是造恶很多 师父 对啊 对啊 很好 因为 很多人说 你教我一百善 怎么做啊 插个桌子 插个灯 不是这个概念 明白了吗 对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持续开车 天天学师父的心血之作 白话佛法 节目和法会录音 并广为法布师 都是尊师重道 选自2017年1月6日 悬疑问答 师父的白话佛法 师父的白话佛法要听天看 录音法会要听天听 把自己的头脑里都灌输尽佛法的知识 那么正见就会长传于心 慢慢的人 人人都会修得越来越好 不断的进步 师父的法会是心血之作 里面灌输了无限的能量和加持力 你们一定要多听几遍 反复听 其妙处不可说而 其能量之大 可以让你心方虚空 可以让你当地放下烦恼 希望大家能多多做法会的录音 法布师 这个真的很厉害 会让许多人顺时间开悟 帮人解决不少人间的烦恼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的 做好弘法的工作 你们帮助师父弘法 就是帮助你们自己 你们要多做法布师 那法布师能够走进天家万户 这也是维师对你们的期盼啊 你们明白吗 用心体会白化佛法 并应用在生活中行愿 也是尊师重道 选自2020年6月21日 悬疑问答 那个师父有一个 普玄菩萨的开示 已经经过发过秘书处 经师父验证 然后可以思想跟大家 是关于读送白化佛法的 内容如下 无乃普玄菩萨 佛子们可知 白化里面的智慧 无法可说 需要佛子们用心体会 切不可随便读读就算了 要把白化佛法 用在生活当中 可帮助佛子们消除很多灾难和关节 有智慧的去处理人间之事 境界提高 根基不同 乃提升境界不同 佛子们把你师父在白化里面的开示 去用在生活中也属于在行愿 白化之奥秘 望佛子们去好好体会 可正得无伤正等正觉之境 佛子们可知 天上的菩萨们也在看白化 祝佛子们好好看白化 我普贤菩萨也会加持住佛子 师父在邮件回复如下 菩萨坚虚慈悲 理解别人 看白化佛法 并要应用于实际生活 行愿 好感恩师父读完了 很好 要乖一点 真的要做菩萨的好孩子 在末法时期 天象不定 你看看很多人 在马路上走走就被压死了 有的人在马路边上走走 一阵狂风 下面的花瓶掉下来 把头砸死了 对不对 有的人吃点中毒的东西 你送到院里死了 一切一切生死无常 所以大家只有靠菩萨好好保佑 菩萨慈悲开示 学会承担 懂得放下 尊师重道 方可承道 选自2018年11月16日 直话直说 师父 我们一直很担心您的身体 昨天 昨天晚上 一个师兄佛友上香 菩萨来了 他问了 就是看到观世音菩萨来了 他记了一些话 感人的不得了 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听 这个菩萨说的这句话 当然还请师父 听一听 大家观世音菩萨慈悲 我们担心我们师父的身体 师父一直为我们备业 以后打图腾电话 万打电话 一直开始 咋会 都要说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对师父的身体会不会好很多 观世音菩萨是这样说的 观世音菩萨开始 今日你们问到母亲这个问题 母亲可以明确的 告知你们这些弟子 你们的师父 为你们背的太多了 你们若能和你师父通到电话 那是你们的福气 也是你们身上众生的福气 他们以此借助你师父的气场 加以解脱 你师父能不背业吗 现场看图腾 背业更是不必说 大多都是重症患者 他们身上的众生 都是急切的想解脱 即使你师父开出小房子数量 有些善灵他会感恩 有些不愿意离开的 就去找你师父 你师父怎么能不背呢 丁论你们这些弟子 提及此事 我要告知你们这些弟子 无论节目或者现场 首先你们要说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你们就这么一个师父 你们要好好珍惜你师父的肉身 保护好你师父的身体 让你师父在人间 多待待你们这些可怜的孩子们 你们可都记下了 很感动啊 所以关心福章很了解我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们这些孩子真的不懂 明白 觉得南丁普达来了 南丁普达说 你们由此发心深好 自己的业 本来就要自己背 你们在人间 就这么一个师父 爱惜师父 替师父担忧 才是好弟子 这样你们的师父 就可以救度更多的 有缘众生 这也是你们的一个发心 一个为众生的发心 做一个人 都要学会 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何况一个学佛人呢 每个人都要 对自己的因果负责 学会承担 懂得放下 孙师重道 方可承道 你们的师父 甚是慈悲 总是心疼你们 你们也要学会 懂得爱惜师父 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这句话甚好 能说出此话 能体现出你们 尊师重道 更能得到 听地感应 和众多菩萨的加持 这样的佛子 修行 更亦得到 护法菩萨的护佑 神灵净之 就这些吧 你看到吗 所以我跟你们讲了 这句话 讲出来 师父也是蛮感动的 你想想 护法神也会很感动 对对对 神灵净之 对啊 你自己的业障 你说你自己背的话 你这个里边话 是不是包含的 尊师重道啊 对对对 对不对啊 那个对 南京菩萨有16个字 师父 学会承担 懂得放下 尊师重道 方可承道 师父 那也太好了 这10个字 我跟你说 南京菩萨法力无边的 很厉害的 对 他能帮人看病 嗯 嗯 师父 那南京菩萨 他在这个治病方面 是不是非常好啊 厉害 妙手回春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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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过去在人间的时候 他也是妙手回春的 他只要手帮人家头上弄一下 马上病都好了 嗯 我看过一些历史记载 不是很多 但是我看见过 就是说南京菩萨 他在梦中都能帮人家治病的 嗯 嗯 很厉害 很厉害的 所以师父 学他呀 所以有时候你看 师父在梦中帮人家治病 治得很快 嗯 哦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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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有缘的佛友去参加法会的话 他直接跟观世音菩萨说 我们的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这样说就可以 是这样吗 师父 是啊 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 也就是说你跟菩萨说 啊 我自己过去做错了 我自己来承担 我从现在开始 啊 从啊 无始节以来 我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了 我现在一直在忏悔当中 一直在修 修行当中 实际上就是告诉菩萨 我这个人很负责任的 而且呢 我很顺之重道 我不会把自己的业障 往人家身上推 你说这个人有没有品德 这个人是不是更容易得到菩萨的忽悠啊 对 对 这个 师父您说的 对啊 您就注入南京菩萨说 这一个人都要学会 对自己的严行负责 何况一个学佛人啊 对啊 就是这样啊 学佛人哪可以把责任 都往人家身上推啊 要主动承担啊 碰到事情什么都 不是我 这个不是我 哎呀 我不是这么讲的 什么都推掉 对不对啊 你说这种人 不会受人家尊敬的呀 受人家尊敬的人 只要主动承担 我下次来改 我要怎么样弄得更好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师父最近你的身体还好吗 刚开完木耳办法会 嗯 身体不是太好 嗯 最近一直 一直不是太好 因为 因为一个是太累 第二 这个 有些身边的那些弟子 这个老就是说 手戒手不好 所以老让师父不开心 嗯 所以在人间吃苦呀 就没办法 因为 他们没到这个境界 你知道吗 他们没到那个境界 在学佛当中 很容易犯戒的 明白吗 对 师父在您身边 是掩饰出高徒啊 你跟什么样的人 就他要求不一样 对啊 所以他们有时候 在师父身边 他们一下子就跌得很低啊 没境界的啊 讲出来的话 做出来的事情 跟菩萨差一大截呢 那怎么 怎么度他们呢 有时候救他们 真的很累啊 你明白吗 一个人掉在水里的话 他不会游泳 他不会游泳的人 你救他是两个概念的 明白了吗 是 就是 师父又急又恨铁不成钢的 对啊 所以理解 就是恨铁不成钢 真的 明白吗 明白 师父您保重身体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上香和菩萨 汇报功课数量 是一种尊师重道 选自2018年6月24日 悬疑问答 就是每天早上上导香的时候 我每天都是报一下自己的 每天念多少功课 这样念 这样报和 不用跟菩萨说 直接念功课有什么不一样 那当然好了 跟菩萨多讲讲总是好的 对不对 你尊师重道嘛 经常跟师父汇报了 跟老师讲了 老师我怎么怎么 老师喜欢 嗯这孩子乖 当然了 多汇报多好了 不汇报不好啊 这还不懂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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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